杰弗里,乔索将男性精灵比作梦魔,incubi 这是一种会与人类女性发生关系的恶魔 虽然后来精灵的形象与恶魔产生了联系 但恶魔的概念本身可能部分源自古希腊的守护神 这些守护神在古希腊宗教中并非邪恶的存在 而是与人类相伴的非物质灵体 其力量不及神奇 根据赫西娥德的神谱 黄金时代的人类被宙斯转变为守护神 负责指引和保护人类 赫西娥德称他们为善良的存在 会带来财富 但本身是不可见的 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作为而得知他们的存在 因此,这些守护神类似于某种灵体 或许可以与基督教的守护天使相类比 尽管赫西娥德笔下的形象可能更具神秘的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推测 精灵的原始形象可能与这些希腊的守护神类似 虽然维安德的故事挺起来很非暗 但他行为背后的解释 可能与精灵的双重性有关 假善罚恶 一方面,精灵会给予善良的人恩赐 维兰德以精湛的记忆创造财富 甚至打造了贝奥伍夫的索赐家 另一方面,精灵也会惩罚恶人 当维兰德被奴役 被迫不停地为国王服务时 他实施了严厉的惩罚 精灵的居住地 不仅包括与太阳和上层大气相关的 没有明确提及 Viv Blame同样被认为是远离诸神黄昏的庇护所 善良的灵魂将前往那里避难 也就是说,精灵的居住地之一 同时也是最为尊敬的死者灵魂的归宿 一些学者认为 Viv Blame和Demo 不过是受到了基督教天堂概念影响的产物 但事实上 类似的概念在伊朗和印度神话中同样存在 很可能可以追溯到印欧语系的共同祖先 Demo的概念可能类似于波斯神话中 责战者的庇护所 由国王Yuma建造 根据波斯古今的描述 当邪恶的寒冬即将降临人间 带来可怕的致命霜动时 阿胡拉·马兹达指示 Yuma建造了庇护所 Yuma的父亲Vivan Hart 与费陀文献中太阳神的名字同源 同时也是人类师祖Manu和马匹化身的 松刀胎神奇松马童的父亲 在后来的传说中 Yuma又称Gemshed 总是被描绘成光芒四射的形象 甚至一度统治着神奇和反神奇两界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 将精灵与广阔蓝色的天空 以及与死者灵魂的居腹联系起来的概念 可能存在着更古老的根源 甚至可以追溯到印欧语系的神话体系 延续我们关于精灵与光明的讨论 波斯神话中的Yuma 提供了另一个有趣的相似之处 Yuma被描述为光芒四射的神奇 她建造了一个闪耀的宝座 并被抬到天上 这个宝座就像太阳一样明亮 可以驱散寒冬 象征着新的一年开始 需要注意的是 虽然Yuma也会与死者相关 但她并不是死亡之神 在更早的神话版本中 她显然与太阳有关 在仙教传统中 在宗教信仰很大程度上 源于更早的印欧伊朗信仰 太阳与灵魂和凡人世界 存在着联系 与一些后来基督教圣徒 升天的故事相似 仙教神话也描述了 死后灵魂 可能到达的不同领域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灵魂的归宿 让我们来看一看仙教的信仰 该宗教的神话体系 描述了死后世界 存在着不同的居所 最低的层级 位于大旗之中 那些既不善也不恶的灵魂 会在这里停留 直到转世 第二层级与星星相关 善良但没有遵循 宗教修行的人们会在这里 他们的灵魂 会像星星一样闪耀 第三层级与月亮相连 人死的统治者或领袖们 会到达这里 尽管他们没有过 严格的宗教修行 最高等级的居所 位于太阳之上 这里居住着强大而虔诚的 统治者灵魂 他们生前拥有政治的思想 语言和行为 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灵魂转世概念 存在差异 仙教神话 还提到了一个昏暗的地狱 邪恶灵魂会沉沦于此 遭受苦难 有意思的是 这种将太阳与灵魂 联系起来的概念 在其他文明中也有体现 比如印度的 黎记废陀提到 所有会动和不会动的东西的灵魂 太阳充满了空气 地球和天空 远离太阳的是憎恨虔诚的 无神论者 与基督教或伊朗神话不同 悦尔曼和凯尔特神话中的 地下世界或天堂概念 并没有那么精卫分明 逝者的粉种 往往被视为通往死者国度的门户 尽管在技术层面位于地下 但死者国度 却是一个充满光明的领域 那里的太阳永不停歇地照耀 换句话说 粉种似乎是通往 另一个世界的通道 而非单纯位于地下的物理位置 在瑞尔曼考古学中 船葬是一种常见的埋葬方式 船只有时被放置在水面上 有时被放置在陆地上 有时被焚烧 有时被凿尘 有时被埋葬 甚至有时是用石头建造的 那么 船葬中的船只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如果船没焚烧 掩埋会用石头建造 它怎么能把死者运送到任何地方呢 让我们将目光头像青铜时代使用的象征符号 也许可以找到一个可能的答案 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是 太阳圆盘或车轮乘坐在船上的形象 现实中的船只 无论处于什么状态 都无法将死者带到他们要去的地方 船葬所创造的是 一种精神上的船 可以像太阳的船一样 把死者的灵魂带到天空 使向光明世界 船只在这里扮演着象征性通道的角色 焚烧也是类似的一种方式 试图将死者的灵魂 从肉体束缚中解脱 使其生路更高层次 那么船只除了象征通道之外 可能还有另外一套含义 焚烧死者遗体 或许亦在将灵魂随烟雾 一起释放到天空 类似于像天上的神灵献祭式的做法 当时的人们相信 陪葬品可以与死者一起前往王者国度 火作为戒指 连接了人间 神界 以及充满光明的领域 而精灵和苏格兰盖尔神话中的 居住山中的神仙 就被认为 居住在这些 未过去国王和王后修建的坟种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 居住在坟种中的这些神仙 很可能就是远古时期 被埋葬再次的人们 同样的 精灵也可能源自这些古老的祖先亡灵 赫西俄德也提到过类似的观念 他描述了古希腊人认为 黄金时代的人们被转变为 鳄鱼助人的精灵 暗示了他们原本也是人类 综上所述 精灵的传说 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对死者灵魂的安置 许多文化中都有类似的观念 认为火葬可以将灵魂送上天界 而焚种作为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报 对祖先的崇拜 精灵可能源自 人们对祖先的崇拜和怀念 演变成居住在光灵的国度 拥有超凡力量的灵体 赫西俄德关于黄金时代 人类的描述也组证了这一点 对光灵的向往 精灵经常被描述为与光灵 太阳相关联 这也反映了 人们对光灵和美好世界的渴望 罗马神话中的拉尔与精灵非常类似 他们都是祖先的灵魂 守护着后代并保佑丰收 凯尔特神话中的居住山中的神仙 也被认为居住在坟种之中 可能与远古的死者有关 因此我们可以将精灵视为一种特殊的灵体 他们与祖先崇拜 和对光灵的向往紧密相连 北欧神话中的精灵 居住在充满光灵的国度 这或许可以追溯到 古老的印欧文化崇拜理念 该里面将太阳与荣耀死者的灵魂世界 联系在一起 精灵的起源可能与矮人相似 都属于某种与精神世界相关的灵体 尽管如此 精灵始终与死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例如 巴尔夫王等精灵形象 在神话中被描绘成真正的祖先 瓦夫苏鲁特尼尔之歌 也暗示了这种联系 将人类始祖的出现 与精灵或矮人联系起来 关于精灵能够腾空飞行的概念 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探讨 除了居住在光明的国度之外 一些精灵还可能与天空和大气相关 这或许解释了 为什么某些精灵会与雷神托尔同行 神话中 西亚费与托尔并肩作战 罗斯克福的名字以为 敏捷或充满活力 暗示他拥有与雷神相似的力量 甚至可以掌控这些特性 不过 神话中也提到 精灵违背了托尔的指示 并因此受到惩罚 最后成为他的仆人 这可能与伊朗神话中的徘徊灵魂相似 这些灵魂被困于大气层中 成为了那里的神奇的仆从 托尔经常伴有狂风 暴雨 闪电和雷鸣 这或许也反映了精灵与大气力量的 潜在关联 除了与光明和大气相关联之外 精灵还可能与大地丰收有关 类似于希腊神话中的宁浮 精灵可能被认为是降雨 带来丰收的使者 因此他们经常与丘陵 田野和森林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 精灵也可能与疾病有关 传说中人们认为 一些突发疾病是精灵之剑造成的 并将其与风联系起来 甚至有人认为 新石器时代的箭头 是精灵射出的 不过 类似的石器时代遗物 也曾被认为是避雷的护身符 与雷神托尔同行的那群精灵 似乎与野猎传说中的精灵有所不同 它们可能被视为雷暴中的一部分 人们相信 精灵的灵魂 会与邪恶的约顿巨人 一同出现于雷暴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 精灵和矮人 似乎是相似的存在 甚至在北欧神话文献中 它们有时会被混为一坛 归为同一来 例如 瓦夫苏鲁特尼尔之歌 就将一个名为 Elf的精灵称为矮人 同时一些矮人也曾被叫做精灵 关于精灵和矮人的相似性 存在着一些有趣的细节 虽然两者的名称有时互用 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限定词 比如 斯诺里 斯图卢松在 散文哀达中提到 黄金为何被称为西服的头发 因为洛基恶作剧 剪掉了西服所有的头发 雷神托尔德之后 勃然大目 抓住洛基威胁 要将他打得粉碎 洛基发誓 会去找非精灵 请他们为西服打到金发 就像真头发一样可以生长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这里提到了黑精灵 但后面又将他们称为矮人 这可能是为了避免句子重复 也可能是暗示了 黑精灵与矮人的某种关联 另外 文本中还提到一位女性 与伊瓦尔迪之子有关 她被称为精灵的后裔 这似乎进一步暗示了 精灵和矮人之间 可能存在某种血缘或渊源关系 总之 北欧神话中的精灵和矮人形象 虽然有所重叠 但可能并非完全相同的种符 他们之间或许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也可能存在着一些 尚未被完全理清的联系 虽然在北欧神话中 精灵和矮人有时名称互用 但两者的形象 实际上可能并不完全相同 他们在外貌 性格和居住地等方面 存在着显著差异 几乎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存在 一种可能性是 精灵和矮人都出自同一位伟大的造物者 这些造物者也称为黑精灵 并拥有赋予神灵永生之力 另一种可能是 伊瓦尔迪既是矮人一族 也是精灵一族的祖先 根据文献 我们可以总结出 精灵和矮人之间的一些关键区别 斯诺里斯图卢松提到了 光精灵居住的光精灵国度 以及生活在地底世界的黑精灵 两者在外观上截然不同 北欧神话中的精灵和矮人 不仅外调差异巨大 性格也截然不同 光精灵居住在天界 容貌美丽 甚至超过太阳的光辉 黑精灵 斯诺里也称他们为矮人 则生活在地底 肤色可能并非真正漆黑 但由于与泥土和岩石为伴 他们与非岸联系紧密 如同其他许多生活在地底的 神秘生物一样 居住地上的差异 进一步凸显了二者的不同 光精灵生活在天界 极广阔的天穷之上 与奥丁和其他神奇的居所相邻 矮人则被认为 居住在地底深处 居成着大地 北欧神话中的精灵和矮人 不仅外貌与居住地差异巨大 性格和能力也截然不同 光精灵居住在最高的天界 即便是诸神黄昏 也无法撼动他们 他们热爱阳光 象征着光明和生机 矮人则生活在地底深处 害怕阳光 甚至会被阳光变成石头 他们擅长锻造神奇的物品 例如雷神托尔的战锤 Mjolnir等 这些物品往往与自然元素 或世界法则息息相关 精灵则更擅长为人类制造器物 例如维丹德受到人们广泛的崇拜 他们与人类世界紧密相连 象征着意识和清醒 矮人则与潜意识和梦境有关 有时会被与约顿巨人联系在一起 精灵则与神奇们关系密切 代表着光明与高贵 总之精灵和矮人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之处 但整体而言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形象和象征意义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点赞 收藏并订阅频道 您的知识将鼓励我继续创作更多精彩的内容 您也可以通过赞赏平台 或频道超级留言等方式为我提供支持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